主席 我们立院的同仁以及媒体朋友们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本期希望能够以强化营业秘密的保护 提升台湾国际地位为题和大家共勉 我们都知道台湾是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基地 透过ODBM的厂商呢 台湾能够作为全球科技资源整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角色 可是呢 我们从最近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 从台积电 它的高阶的研发人员 被我们最大的竞争厂商 南航挖角 可是台积电却束手无策 我们在最近的美桥商会的白皮书里面 也可以看到 美桥商会指出 我们台湾对于营业秘密的保护 严重不周 这样的一个严重不周的一个情况之下 除了会影响我们的科技人才 他的研发的意愿 也间接影响到 我们台湾对于科技能量的运存之外呢 更严重的会导致 我们台湾科技的国际竞争的能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研发能力呢 在全球它是知名的 这样的事实呢 我们从台湾的研发成果 在最近一而再再而三 在国际舞台上面呢 取得第一名的发明奖 甚至呢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呢 站在全球的专利研发上面来讲 其实它不是我们想象的 在几十名或几百名之后 它事实上是名列前茅 我们看到台湾的几个大的厂商呢 在国际界的科技的发展 都非常非常好 可是按照我们今天台湾的法令的规定呢 台湾的法令规定 当你侵害营业秘密的时候呢 除了能够依照营业秘密法 请求民事的赔偿之外 充其量 我们只能够按照刑法的 过已经落伍的 过时的泄露工商机密罪 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这个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呢 居然比我们一般的窃盗罪的 五年以下徒刑都还不如 显见我们台湾对于窃取 上亿以上的营业秘密 它的处罚的规定 居然不如一般的普通的窃盗罪 对于这样的一个不足的事实呢 本席在两三个月之前呢 已经提出来营业秘密法的修法的建议 也仿效美国以及韩国 对于商业间谍法的规定 对将来把我们国内的营业秘密 泄露到台湾以外地区的呢 应该要处以刑责 在此本席特别呼吁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支持 强化台湾营业秘密保障的 法定的规定 让我们留得住台湾的精英人才 也让台湾能够继续在国际科技舞台上 发亮发光 谢谢